欢迎收看快足玩戏 这是一档面向所有人的游戏流程功率节目 本期游戏为密不可分 那么我们接下来继续前进 在这里的话下杂 然后来到这儿 拾取一颗射力 然后再继续冲刺 注意刚才跳跃的时候 可能会取消迷惘状态 所以我们就往后一撤 另外就是这里要注意 这些传送带户不停地把我们往熔岩里面送 同时在天花板上也会往下落铁水 这个是有伤害的 那么在这块还是使用箭 这个爆炸的效果 就可以把这个开关打成黄色 这样的话 这些传送带都会向着有力 我们的方向转动 像现在这样 那么后续的话还有几个地方 这儿的话先不要着急 前边的这一个岩浆是挡路的 那么当然如果掉到最底层也没关系 下边是有铁网拦着的 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区域 那么来到这儿的话 先做好这一个撤杆跳的准备 等待这个熔岩就是减弱了以后 我们再跳上来 在这块直接跳到这里 等一下 这个传送带 顺着传送带方向来跳跃的话 我们的跳跃距离会有所增加 然后在这块的话 我们还是拾取一下这个舍利 然后稍微等一下 因为时间有点会来不及 好 在这块 在等待这一个铁水停止之后 然后跳过来 在最上边的话 那里是死路没有关系 我们没有路的话 我们就上不上去了 然后一个卡姆巴螺旋 这里的话先到下边 然后在这儿踢墙跳到这里 使用这个键把这个开关打一下 这样我们就可以继续往前进 那这儿的话 由于就传送带也是往左边转 我们就更容易的走下去 在这儿先把这一些尖刺 这块给弄上这个花 然后这样我们就可以安全的上去 之后继续往右走 这里敌人我们就不打了 他熔岩的敌人的话会比较难打 所以我们就直接跳过 今天这也不是很多 之后的话稍微等一下 这块的话 这个铁水是可以让箭滑过去的 这个位置不是很好 射不到那个开关 重新射一下 这样下边的这一条这个传送带 就会开始向着左转 这样我们直接冲刺 我们继续走 前边的话是有两颗这种 就是士兵的 也是特打可不打 这个士兵的话血量会很多 打起来也是不容易的 这就是没套 直接撞 后边下一个的话 我们就直接跳过 这里的话距离boss也已经很近了 然后等一下我们要换一下人 由于boss的特性的话 我们要把这个飞比换 可能之前要把飞比换成那个盾战 盾位战士 然后冲加的话可以考虑换 当然如果换成这个 就是拉兹米这种母法攻击的话 会好用一些 但是也可以不用换 主要是就是这个飞比是一定要换 飞比他这个攻击模式的话 打这个boss的话会很不太好用 先破一下防 那这里要注意 就达尔要积攒自己的一个大敌之意 这个的话对于boss也是有着比较好的效果 在这场战斗之中 我们当然可以用得了 后面还是有着比较多的机会来凑打枪 那么打boss的话会有两种模式 一种是困难模式 一种是简单模式 那么这个流程的话是走简单模式 困难模式的话就是等一下再说怎么进 前面的话继续走 躲开这个敌人 这又没躲开 好吧 那么就直接都打掉 虽然兽有兵限制 这些士兵的话 因为他本身血比较厚 防御又比较高 所以打起来就会很慢 这的话我们是换成了盾位 还是要先破 破一下防 这个由于他在装弹 所以就直接是没有防御的 那么这样也算是破坏 接下来的话 趁着敌人没有恢复防御军 参加上去直接一趟速度 他的这个范围伤的话还是比较大的 防一下没防住 不过还好 这个比之前我们碰到那种熔岩一样的小怪的话 还是要伤害低一些 只有2000 就算没防住也只有2000的伤害 那个熔岩的小怪的话 就算防御度也有12000的伤害 所以可以说是出了完美防御以外 基本上是扛住他一下 这些所以这些士兵话就比较好说了 就出了血量没什么特别 我的开 seid 哇 高遠的会员 注意 他见证 抖易 好的这样解决到这一名视频继续往右走 这样的话就会直接触发一个剧情 哎 it hey what's going on hey good morning sunshine it's princess mary from the rally let me go what no way i was trying to power the Moloch with this stupid Relic but a better power source just broken here 所有人都在一起,非常感謝你 我不懂你計劃,但你不能把我放在這裡 我可以,你會把Moloch 你會把Moloch充滿世界之下我的鎖鎖鎖鎖 你看,我的父親是很大的夢想,但他也很聰明 他也想保護所有人,而且他知道 他知道,最好的方法是為了王國雄的操作 你不敢! 我想說,是明顯,我們有最好的技術 所有其他國家都在比例上 當然我們必領主義!我只看著所有人 在維持老父親的看法 這不是正確,父親嗎? 好嗎? 有你的父親在這裡嗎? 那是他的願望死的 他的脂肪力氣了 甚至於死亡 所以他就像比較不少人 我説,那些機械是最好的 使用你作一個電腦 我們可以取得這個電腦更快 比我們希望 我只是不太多感谢你 哦,Kampan,好期待 感谢她来的,你做了一个好专业 对,我是我,Kampan,超过拼手和猪猪猪 Kampan? 不,你弄了我吗? 我做了 但我们是朋友,对吗? 哈哈哈,我们是朋友,对吗? Kampan? 呃... 我告诉你 是比较明显 我认为你们都告诉我 但是,Kampan,我相信你 呃...对不起? 这不是好够了 当人们说他们是朋友们,他们应该帮助互相互 我会把你吐过头 呃...Kampan,很棒 但是,你能不能进去现在 你让我的车子惊死了 你也会得到,Mary 哈! 它是用不利的运动 你不可能 呃...你全是狗狗 你全是这么狗狗 我会砍这个东西 然后,我会砍你 看来是卡姆巴背叛了我们 把我们骗到这里来 那么这样阿依娜就成为了研磨的电池 不过还好 及时的有所挣脱 接下来的话 我们守在对付boss之前 首先还是要先解决掉一些小怪 那么就是在场景的几个区域内 是有着这样的一种机器人 他长得很像我们 以前碰到那个欧利诺木 但是他的能力非常差 可以看到基本上几下就打掉 那么场景之中是有着数个这样的机器人的 如果我们不把它解决掉的话 那么在后边 就是我们去那个打boss的时候 他们将作为援军出现在战场之中 那个时候的话 他的血量就会非常的多 而且伤害各方面也会很高 会导致这个boss战的难度剧增 但是如果我们在这里干掉了 这些这个机器人的话 那么他就不会再出现 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 这个boss我们准备以简单模式来打 那注意刚才就是两个 然后这里用下子 这儿还有一段 他现在这个状态是很好打的 每一个敌人基本上 只要我们随随便面动动手就打掉了 顺道是给达尔击脚 他自己一个大敌真意 然后继续往上跳 往左走 先不要往上 先往下边 来往前冲 这块会有一个新的这个支撑 也是干掉 把他解决掉 然后我们就可以再少了 这种机器人 没解决掉一个 那么boss战中就会少一个 这样的话先回去 然后再往上 这块稍微调整一下位置 然后扒着上来 然后再往左走 又有一个 那走完以后继续往左 先不要着急 你在下边还有一个G 也还是有一只 这个卡会下杂进去 然后往右 这还有一个 把这个罩解决掉 这样的话场景里面的所有机器人 我们都解决完了 之后的话面对boss 就可以避免这些机器人乱入 来对我们造成威胁了 继续往左走 在这块这个往上跳 然后就可以去打boss 那如果是想困难模式 挑战一下自我 那这个地方就不要去打过一机器人 那么boss的话 有两种攻击模式 一种是从前而降的雷击 这个是对我方全体都有教过的 另外一个是伸出那个 加特尼炮 然后是我方单几释放这种攻击 两个技能都是可以躲 敌人在这里的话是没有 无法闪避或者是需要完美闪避的技能 伤害并不是很高 只要防御的话 大概就只有300% 300-400.0的伤害 这还是比较低 那么在进入战斗之后 首先我们要先把boss前面的 这个防护的这个板子干掉 这个是有一个单独水槽的 把这个水槽干掉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打boss了 boss的话是有多个的部位 所以我们尽量 像这个阵位这种上调攻击 可以打到多个部位 这样可以同时造成更多的一个伤害 这个就是他的一个机枪扫射 这个伤害也不是特别高 完美防御以后 几乎可以说忽略不计的伤害 但另外就是注意这个boss 是由于他的位置的原因 所以刚才女主的 呃使用下加攻击的时候 他冰下是打不到的 有的有一些人 如果说他的攻击位置 比较偏低的话 也不要对这种去使用 那么当然我们可以 把队伍里面换成 这个是比较少见的 就是吞火的这个技 这个也没有全能凌击 而且速度很快 有的时候可能会反应过来 不过还好 整体伤害并不是很高 所以我们直接就是一个 灵光剂来进行回复 这里的话我们就要留着 灵光剂放剂 直接回复就好 然后就是不停重复 这样的一个过程 boss会随着被攻击 身上的这些护甲板 也会不见得剥落 对应的我们的伤害 也会越来越高 之外就是一个完美防御 做了对方那个枪击 这个里面装的是 按照刚才的说法 就是玛丽公主的说法的话 在这一台机器里边 安妮装的其实是这个 老国王的头 不知道怎么想 血肉骨肉机械飞升吧 不管怎么样 这个台炎魔 名为炎魔的巨大机甲 它的能量是 本来一开始打算 让这个阿依娜挺重的 这里就是不是很清楚 玛丽是怎么知道 阿依娜有很大能量的 或许是卡姆巴跟她说的 或许是别的什么情况 具体就不是很清楚 好这边的话 再打一下 打到半学一下 再稍微等一下 再把它打到上边的 这个护甲板打掉了 这样的话伤害就会进一步有所提升 这Boss的话 如果说我们前期把这个几个机器人干掉之后 你们在这场战斗中其实难度并不是很大 因为它的速度可以打到现在 我们可以看到Boss的这个攻击间隙并不是很短 它的速度很慢 你需要半天才能给我们划断一次攻击 而且大部分的攻击都是很好阻散的 除了刚才那个喷火是一个全体多段的攻击以外 其他的攻击更多的时候就是虽然群体但是只能攻击一次 或者是或者是这种超级攻击是能够被完美伤害的 原品来讲的权度并不是很大 起了一个很霸气的名字 但实际上这个Boss的权度并不够 不过血量还是摆在那边 Boss立即是Boss的血量是比较多的 好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又打掉了一块张家板 在血上再削了一点 正前方的那一块张家板也会被我们打掉 最后的话就能展示出内部的结构 不过那个现在我们就是我们刚刚打掉那块张家板 其实如果说镜头网上的话就能看到了 这样的话就是最后一块张家板被打掉 越来不多了 那么全体在进行一波就会有很多 直接干掉 那么随着炎魔被击败 大量的这种史莱姆或者说年夜 从老国王的头部之中涌了出来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只能是离开这里了 那这个年夜是无法作为墙壁 帮助我们跳上去 所以直接下来 在下边这里有一个第三个查克拉之门 在这使用冥想就可以激活查克拉之门 然后现在的路线的话 可以往左有两条路 一是条左一条是右 右边的话由于缺乏技能 所以我们这个就不去了 直接是走左边 左边的话就是正确的一个通路 那么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观看 关注我 您还能看到更多游戏流程视频 您的关注和点赞 是我值得视频最大动力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吧